这讲我们进入本券的最后一年 文帝前十年 全年呢也只有两件大事 一是文帝灵性甘泉公 二是伯昭死了 文帝为什么灵性甘泉公史料呢 完全没有交代 至于伯昭的死史记没讲 汉书文帝记只给了五个字 将军伯昭死 这是标准的春秋笔法 伯昭不但是文帝的旧父 又在文帝入主长安那段 惊心动魄的冒险事业里 出过利利谷公 官封车骑将军 绝封指侯十亿万户 周伯因为谋法案入狱的时候 下写本贿赂伯昭 通过伯昭在伯太后面前说好话 所以伯昭这样的尊贵身份 如果是正常死亡 那么在史书上的规范写法 应该是 指某侯伯昭 某在这里代表他的嗜好 也就是说 伯昭名字前边 应该有爵位 有嗜好 名字后面应该称轰 而不该称死 所以当我们看到伯昭的死 被记载为 将军伯昭死 就该明白 他一定犯了什么事 被剥夺了应有的名分 伯昭到底犯了什么事呢 汉书外戚恩泽后表 有简略记载 说伯昭因为杀使者获罪 自杀 文帝亲自为伯昭 确定了继承人 这样看来 伯昭属于畏罪自杀 在他自杀之后 文帝亲自为他主持后事 尽君臣 生就之意 那么问题来了 这怎么和资质通鉴的说法 不太一样呢 答案是 资质通鉴 关于伯昭死淫的记载 来自 汉书 郑士柱 汉书 郑士柱 说伯昭之所以称死 是因为他杀了朝廷使臣 文帝不忍心拿国法处决他 于是带着疫情政府高官 找伯昭喝酒 但是伯昭赶赶紧刺杀 伯昭呢 虽然看懂了这个暗示 但就是不肯死 文帝还真有办法 安排群臣换上丧服 到伯昭家里枯仓 好容易才把伯昭 必自杀了 辞质通鉴 彩露的就是郑士柱的这段内容 但这就带出了两个疑问 第一 好端端的 伯昭为什么要杀朝廷使者呢 第二 郑士柱的说法有多高的可信度呢 这位郑士的史料来源是什么呢 但很遗憾 我们既不知道伯昭的杀人动机 也不知道郑士柱的史料来源 甚至连这位郑士叫什么名字 是哪里人 什么职业 诶 你改不齿 只知道西晋学者靳卓 搜集汉书古著 汇编成一部汉书集著 其中呢 就用到了郑士柱 靳卓啊 当时就已经搞不清 这位郑士到底是何许人也了 只知道姓郑 因此呢 叫他郑士 所以我们仅仅知道 这位郑先生生活时代 不会晚于西晋 这个时间点 虽然和汉书的成书时间 挨得不远 但和汉文帝的时代 已经相隔很远了 如果郑士柱的说法成立 那就意味着 汉书外妻恩泽后表 对伯昭之死的记载 用了曲笔 给文帝和伯昭都留了面子 被人呢 误以为伯昭自杀之后 文帝呢 才露面 文帝并没有煞费苦心的 逼唯一的亲舅舅去死 文帝逼伯昭自杀 这是假意阶级理论 提出之后的第一次事件 毕竟是第一次嘛 风起还没行整 也不惯伯昭死的 那么不情不愿 那么文帝 做得究竟对不对呢 这是一个很有资质意义的问题 司马光要发议论了 这一段陈光曰 首先引述旁朝明臣 李德玉的意见当靶子 李德玉的意见是 文帝逼死伯昭 虽然体现出了帝王应有的决断力 但正当性不足 当年 秦康公为旧父进门宫送行 生出了见旧父如见娘亲的伤感 秦康公的母亲啊 当时已经过世了 但门帝逼死伯昭的时候 伯太后可还活着 伯太后就只有伯昭这么一个亲弟弟 文帝难道就不能体恤一下老母亲的心情吗 李德玉原话里的心如存之感 所谓如存 出自毛诗序的 我见旧事如母存言 意思是自己看见旧父 仿佛看到过世的母亲 还活着一样 春秋年间 靖国发生了著名的 利基治乱 一代英主 靖县公老糊涂了 被美女 利基迷的是神魂颠倒 盖利利基的儿子为太子 为此逼死了 太子深生逼走了另外两个儿子 崇尔和姨吾 整件事呢 跨时很长 牵连很广 崇尔辗转逃亡 到秦国呢 做政治避难 当时秦国国君 秦穆公的夫人就是崇尔的姐姐 这时候呢 已经过世 秦穆公帮助崇尔 回国夺权 秦康公 当时呢 还是秦国太子 护送舅父崇尔到渭水遮阳 越看崇尔 就越是想到 自己过世的母亲 来敢交起 崇尔回到晋国 正为春秋五霸之一的晋门公 秦康公 也从太子 继位为秦国国君 根据毛诗区的说法 秦康公 追念当年 为舅父送行的经过 写下一首诗 这就是诗经里的 秦峰卫阳 我送舅父 约志卫阳 何以赠之日 路车圣皇 我送旧事 悠悠我寺 何以赠之日 穷归玉佩 诗呢 虽然很短 内容呢 也很简单 说的无非是 送别旧父 赠送给旧父高级车马和高级玉佩 但偏偏就是真情感人 清朝学者方玉润对这首诗 有一句很著名的评语 说它是 后世送别之祖 卫阳的创作背景到底是不是秦康公送别进门宫不好讲 反而在汉朝的诗学研究里 不但毛诗这么讲 鲁诗和韩诗也这么讲 既然全媒著作都这么讲 后人类也就信一枚真呢 如果我们反复读几遍魅阳 再看门帝逼死伯昭这件事 就觉得门帝太冷血了 但司马光说 不然 法者天下之功企 英明的执法者对亲人和卖人不加区别 只有如此 才不会有人因为有所倚仗而胆敢没法 伯昭虽然一向被人称之为长者 但门帝坐门外省 不但不给旧父安置粮食 反而呢 让他当了将军 这才导致博昭自我膨胀 无法摸田 如果因为生就关系就赦免了博昭 那么门帝和西汉末世的成帝哀帝 还有什么区别呢 你肯定听出问帝来了 不对啊 司马光的这种主张 不像儒家 反而呢 像是法家 难道连司马光这样的 纯儒也开始将法律面前人人平等了吗 当然不会 司马光的看法是 博昭杀了朝廷使臣 这已经是既成事实了 那就只能判博昭死刑 但是 儒家的正确做法是 防患于魏冉 从一开始就不给博昭犯罪的机会 在这一点上 司马光赞同魏文帝曹丕的意见 这一段陈光约对曹丕意见的引述 出自三国志魏书门迪记 裴松之注引魏书 我们有必要追溯到原始门线 看一看曹丕 为什么要发表这个意见 在魏书的记载里 曹丕称帝之前 特别爱好文学 在身边召集了一大批文人儒士 但在有一个问题上 曹丕和文人儒士们不大谈得拢 曹丕呢 高度推崇汉门帝 简直是拿汉门帝当表率的 但文人儒士们认为汉门帝 虽然算是个贤明君主 但私审高度 干不上假意 曹丕不服气 专门写了一篇《太宗论》 论证假意 纵然有管中燕英之嫌 但比不上汉门帝的大人之谅 太宗论的太宗 指的就是汉门帝 门帝是士号 太宗是妙号 后来曹丕称帝 魏蜀无三国分裂 吴主孙权 特别爱跟曹魏唱反调 于是曹丕翻出了 太宗论这篇旧座 班刑天下 传达出了一个政治信号 我曹丕 以汉门帝为榜样 以德夫人 不会乱起战断 孙权啊 你别不服 我虽然不打你 但我一定会感化你的 曹丕即便对汉门帝 推崇到这种程度 但也没有陷入盲从 而是认为 汉门帝并不是实权实美 他有三件事 没做对 一 杀伯昭 二 宠信 敦通 三 过分节俭 头一件没做对的事 就是杀伯昭 因为对伯昭这种关系的亲戚 皇帝就应该养育炎 而不当假戒一拳 也就是说啊 锦衣玉石 把他养起来也就是了 但不该让他掌权 因为掌权就有可能犯错 反了错呢 就只能依法处置 但不做事 就不会犯错 不犯错呢 就可以好吃好喝一辈子 早比给出的方案 就是司马光 赞同的方案 也就是说 对皇亲国戚最好的安斥 就是既遵从他们的身份 又不给他们犯罪的机会 汉章帝建中二年 麦七重枕马房 受命讨伐枪人 第五轮上书劝谏 提出了一个很有技术性的意见 对于皇亲国戚 可以给他们尊贵的爵位 可以使他们富有 但不可以为派官职 因为一旦居官 就难免犯错 那时候 如果依法制裁 就会伤害感情 以亲循私 就会罔顾国法 如今 太后仁慈 皇上孝顺 而马房这次西征 万一有个行差踏错 处置起来呢 恐怕会伤到亲情 这个道理在理论上 确实成立 只不过在实操层面上 皇位做得稳 倒还好说 如果皇位不稳 就像文帝刚进长安时候的那样 除了最亲的人 又还能相信谁呢 辞职通鉴 第十四卷 到此结束 接下来我会用七讲的篇幅 从不同的角度 带你做一遍复习 我们下一讲 再见